本期视频由饭到原创之作 火锅地大物博 不同地域都有属于各自的特色美食 北京烤鸭 重庆火锅 长沙臭豆腐 而新疆也有自己的美食 它对食客们的诱惑 大到即便是翻越火焰山也不愿错过 在新疆众多的热美食中 汤饭是不得不提的 汤饭在新疆 无论南疆还是北疆 城市还是乡村 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 汤饭好吃且普遍 一碗好的汤饭 首先一定得要有新疆鲜羊肉 然后长时间熬制成 这样才能保证汤的质量 而汤饭中所谓的饭 则是用劲道的新疆地产面粉做成 将面粉和好柔光滑 请彻底之后放入锅中和熬好的汤一起煮 面不但不会被煮烂 反而在吃的时候给人一种入口转滑的感觉 汤饭吃起来味道鲜美 百吃不腻 关键是非常养人 天冷时节 吃一碗地道的新疆汤饭 绝对能让你热气腾腾 浑身舒坦 而豪爽的新疆汉子 在一场豪饮之后 来一小碗汤饭 既节酒又氧味 非常的有效果 除此之外 到新疆 新疆的大盘鸡也是不容错过的 麻辣的鸡肉配上软糯的土豆 香辣喷香 简直让人垂涎欲滴 这样的美食诱惑 又怎能抑制住大家对新疆的向往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